那就是说像你说OJSense的工具 然后跟你这本书其实在讲的 这个关键字我蛮好奇的 就是说变革领导 那讲到这个变革 有点像是说 如果一个企业他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不知道怎么变革的话 可能现在的社会可能变动非常快 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存活下来 甚至他可能没办法永续的在经营下去 那为什么 就是你想要写这本书 他这个变革领导 他为什么很重要 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奇迹 其实我这变革领导的前一本书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的 《打造高明节团队》 那时候我只是很单纯的 想要整理出一张表格 然后接下来告诉大家可以怎么用 其实动机很单纯 就是想把我们要会的把它讲出来 可是呢 等到2020年他出版了 我陆续接到非常多的电话或需求 他就跟我讲说他不会写 他卡住了 他带团队 可是他认为写的不够好 或他不知道自己写的好不好 因此我就开始去做辅导 去深入 这一深入就不得了了 就开始进入到人家的生命了 所以我眼睁睁就看到一个高阶主管 比如说写理副总经理 他就跟我讲 他说为了要让大家写这个表格 几乎用尽所有的力气 然后他在跟我吃饭的时候 他就重重的把咖啡杯子 飘往桌上一放 他说我只是要他们写一个表格 难道凭我一个总经理 我办不到吗 然后我就赫然发现 我们在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习惯 甚至是一群人的习惯 所以一个人怎么去挡住 二三十个人的抗拒 即使你是位高 如副总经理或总经理 所以因此变革变革 就是因为这张表格 他进入到人家的工作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上面的人怎么去带头做转型 下面的人怎么去接受或抵抗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变革变革 这上下之间的纠结 因此我发觉有很多的Q 所以我才写成了很多的A 而成为往经理手上那本 我们所称的蓝色 那个OGSM 是这样子的 所以蓝色版他的这一个 这本书的写作对象 是不是他会更专注于在于 可能有领导人身份 甚至是可能像你说主管啊 甚至经理人 甚至是有在带团队 什么样形式有带团队的人 是不是这本书会更适合 还是说你觉得 这本书他还有 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其他也适合的对象之类的 我记得你现在拿那本蓝色的书啊 是的 如果是本身是带队的人 他不一定 他倒不一定是主管 我觉得不管说你是专案经理 你今天带一个社团 今天带一个活动 我就知道你是领军的人 那这本书它的目的性很强 它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用表格 你想要做目标管理 事实上它会帮助你去厘清 很多操作的细节 所以它的目的性非常强 第一个你是带队的人 第二个 你在写的过程里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它是深入去做解答的 所以第二本的OGSM 它更深 它的执行度非常的明显 所以如果只是要 roughly了解一个什么 叫OGSM 我倒觉得也许可以参考第一本书 所以蓝色这本我会说 当你今天执行到一个段落 你想要找解答的人 那这本书的解答 我自己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 其实是蛮深入的 也就是我并没有要太多的工具而已 我甚至很多是针对心态 还有会预告你会碰到的阻碍 是这样 它的操作实用更高 而且我在书里面看到 有很多那个企业实际的范例 就是很完整的范例 好几个不同范例 可以让我们参考 那这个下载之后 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帮助 好 非常谢谢明明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那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节目到这边 也正式进入了维生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那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一些最新的好书心得 还有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你知道怎么样存钱比较好吗 你知道最理想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吗 你可以继续收看 持续买进这一本说书 我会跟你分享四个书里面的重点 帮我们突破投资理财的迷思 建立一个很清晰的投资策略 还有心态 就会说明明对这儿就会有什么事情 就会在这里 谢谢